欢迎你收看今天的文倩世界周报 我们今天继续为你报道 最近中国大陆面临18大接班之前 最大的政治风暴 薄熙来的政治风暴 这是中国整体呢 大概自从整肃四人帮之后 或者天安门事件之后 中国最大的政治风暴 而关于这个政治风暴 中国官方基本上 在公开上采取的态度 是谨言慎行 比如说 当薄熙来谷开来夫妇 涉嫌贪腐 甚至谋杀案的时候 就简单地由新华网发出声明 并且在中央电视台 报告相关讯息 中国大陆基本上 并不允许它的官方媒体 做任何隐身性的评论 但是非常奇特的 包括中国官方才会掌握的资料 它会在各种不同的国外媒体出现 当然这些国外媒体呢 有些是引用美国国务员的消息 像华尔街日报 像纽约时报 另外呢 由于这一次 被薄熙来的妻子 谷开来 涉嫌谋杀死亡的商人 是英国商人 所以英国大使馆 也在北京呢 得到非常多的讯息 所以英国的很多媒体 也透过英国官方的 一些大使馆的资料 那么很多国外的媒体 你们可以在画面上所看到 华尔街日报 尤其是其中之最 所以中国大陆的人开玩笑 说如果中国今年要选一个最佳媒体表现奖 他们要颁奖给华尔街日报 几乎都在华尔街日报里头 披露跟薄熙来有关 他的亲属贪腐相关的消息 另外一个很特别的 是在美国的博讯网站 这个博讯网站 到底所属何人 目前为止是不知名的 可是几乎大多数最权威的消息 都在博讯网站里头 先被披露 而披露的时候 大家都说这是真的吗 这个消息并不是一个权威的媒体 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然后慢慢证明 博讯网站的一些重要的消息 都成为了美国 跟英国的主要大媒体 报道的消息 因为他们都从美国的国务院 英国的外交部 证实了相关的讯息 这一次王立军事件一爆发之后 一连串的关于他的家族的 关于洗钱的经商的丑闻一一披露 最新的消息 他甚至大胆到什么程度 已难以想象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到重庆去 那么后来呢 他派了高官到重庆去的时候 当胡锦涛和重庆的高官 在通电话的时候 薄熙来居然还进行窃听 只是薄熙来在政治上必须倒台 而且他必须被中共清除 成为十八代接班 稳定交班的前提要件 物所三成更显神秘 但外界的纷扰 没有影响重庆一般民众的生活 薄熙来成了茶余饭后的话题 有人感叹 有人咬牙切齿 可是他老婆杀人的嘛 他老婆杀人的 媒体重回海伍德命案现场 一间重庆近郊 在平凡不过的度假酒店 却掀起中国近二十多年来 最大的政治风波 英国美日电讯报 引述美国外交官所掌握的内情说 当时海伍德被暗倒在地 强行让他喝下轻化甲 海伍德全吐了出来 他们就灌进更多的毒药 而鼓开来就在现场 案发后他还对王义军咆哮 连说了三次 这是我干的 有别以往对新闻的封锁 最近几周 不论境外媒体或微博 关于海伍德命案 流传着各种不同的说法 但并没有被中国官方封杀 也因此中共中央对薄熙来的调查 由之前的刑事罪行 扩大到博家的庞大财富 同样是透过海外媒体 薄熙来和鼓开来家族 盘根错节的政商关系被挖了出来 鼓开来五个姐妹 各个有传奇经历 大街古旺江和三姐古旺宁 刺诈香港和大陆商界 以业务横化钢铁印刷造纸 传物环保及建筑材料等等 彭博社也报道 鼓家还拥有深圳上市的东港安全硬物公司 价值1亿1400万美元的股票 而这家公司乘坐大陆福利彩票 和中国人民银行的印刷生意 胡旺江更因善于投资 进出香港豪宅市场获利数千万港币 成为香港地产界的标杆人物 此外 鼓开来的二姐古政协 是大陆特大型国企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的纪委书记 而四姐古丹也是加入权贵之家 她的丈夫李小雪是太子党 在中国证监会担任要职 而薄熙来家族也不遑多让 大帝薄熙成是现任北京六核心 饭店管理公司董事长 也是中信证券的独立董事 小帝薄熙宁则是六核心集团的董事长 市委书记薄熙来 为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提词 而在薄熙来倒台前 成为重庆水务资产公司提制 这家公司幕后老板之一 就是他的弟弟薄熙成 纽约时报的报导说过去十年薄熙来一路升官 他的亲属则是闷声发大财 总而估计在一亿六千万美元 之外薄熙来的大哥薄熙永 以化名李学明的身份 担任中国光大集团执行董事兼副主席 尽管光大在香港的公司没有证实这项消息 但在大陆中央上周派员到香港 调查博古两家的海外资产后 李学明本周就闪电辞职 而能滞留在美国的薄熙来之子 博瓜瓜本周打破沉默 他透过哈佛学报发表一篇声明 指他的学费和生活开支主要来自于奖学金 和母亲股开来当律师和写作的收入 博瓜瓜更强调 自己从来没有开过法拉利 这份声明全文被放到网上 哈佛学报电子版在一个小时后 史无前例的被来自大陆的网友塞报当机 博瓜瓜虽然澄清所有谣言 但还是引起大陆网友踏伐 甚至被英国媒体打枪 《泰晤士报》就引述国家有人说 博瓜瓜留学英国的学费百分之百 是薄熙来的金主大连石的老板徐明所支付 此外博瓜瓜可能真的没有开过法拉利 美国华尔街日报说 博瓜瓜在哈佛留学期间 曾因为闯红灯或超速被开罚单 而他开的车是保时捷 上节目讲薄熙来案件的美国前驻华大使 洪博培本周也被亚洲周刊爆料 说博瓜瓜曾经和他的女儿约会 但博瓜瓜和父亲一样风流成性 涉嫌性骚扰洪博培的千金 让洪博培非常生气 差点亮成外交风波 薄熙来案件背后涉及政治斗争 贪污腐败金钱游戏 昏变情杀和性丑闻 海外媒体而且是主流媒体 每日一报的案情发展扣人心弦 连找真相的媒体记者都叹为观止